好 再看看呢 杭州出现了这么一位蛋糕哥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在路边叫卖的小贩随处可见 但是呢 可以被请到大学里演说就不常见了 杭州就这么一位卖鸡蛋糕的小贩 积极的工作态度受到大学生肯定 或要进入到大学演说 结果来了500名学生把大奖堂挤得水泄不同 教室里人山人海 大学生高声呼喊 但这位演讲嘉宾既不是知名学者 也不是演绎红星 他是在唐州电子科技大学外 卖鸡蛋糕的小贩 被学生昵称为蛋糕哥 有趣的叫卖台词让人印象深刻 这两三轮车就是蛋糕哥的生财工具 在航店大学附近 鸡蛋糕一卖就是三年 学生还专门为他整理了经典语录 像是做人要有小蛋糕精神 不怕风吹日晒雨打永远三块钱 让蛋糕哥在网路上迅速走红 只要有铁人精神 铁人的意志 铁人的战斗力 铁人的战斗力 蛋糕哥虽然学历不高 国二就因为家贫而辍学打工 但是他乐观而积极的工作态度 感动不少大学生 他也希望以自己创业经验和人生哲学 激励更多的人努力付出 乐在工作 中间新闻来稍微综合报道